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现实世界作为游戏的地图和背景 靠四处走动 寻找隐藏的宠物小精灵 Pokemon高一上架就成为最多人下载的免费手机程式 它的活跃用户数目 直逼各大社交媒体 每日使用量已经超越了WhatsApp、Instagram和Facebook 取代Candy Crush 成为最常玩的游戏 游戏引爆热潮 有份开发的任天堂 股价一飞冲天 事实上任天堂创办127年来 Pokemon高是公司的第一个手机游戏 有分析指出Pokemon高的成功是情感战胜技术 90年代兴起的Pokemon陪伴一代人成长 游戏、漫画、卡通片、对战卡 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推出手机游戏 自然不乏捧场客 而玩家联群结队出动捕捉小精灵 大大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 情况就一如早年的Wii 至少走出马路被车撞就事大了 唯有捉小精灵 有人罔顾安全 一边开车一边玩游戏 大大增加了意外风险 有不法之徒看准机会 利用补给站引诱玩家 前往比较偏僻的地方 试机行劫 成为安全隐患 联波斯尼亚的素雷组织也发出警告 提醒玩家留意地雷境界告示 千万不要以身犯险 进入情况不明地区 早前一个法国男人 在印尼玩非法下载的Pokemon GO当时 误厂西爪哇军事基地被捕 印尼国防部长表示 游戏存在安保威胁 令到国家有遭到监视的人忧 政府已下令执法人员 当值期间一定不可以玩 南韩因为有国安法限制谷歌地图使用 令它无法开放所有功能 当地要引入Pokemon GO 相信有一定难度 内地亦无法使用谷歌地图 有阴谋论指 Pokemon GO是现代的特洛伊木马 是美国和日本探测中国军事机密的工具 Pokemon GO其他潜藏风险 还包括泄露个人资料 误中木马程式等等 玩家不得不妨 本集新闻志富说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